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刚刚有提到 为什么这个解析度不调成1080 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我入成1080的话 那个字会变得很小,除非说我把字又调大 可是字调大的话,怎么讲,它那个解析度就乱掉了 所以反而我发现目前来看 这个解析度应该是算最适合的 未来当然我希望说,因为一直同学说,老师现在有甚至有4k的 可是实际上目前来看,720也许是字算清 如果假设你觉得说字不清楚或者说声音不清楚的话 或许大家还可以再提出来 那甚至你可以在底下可以发问 比如说你观看的时候,发现在几分几秒 比如几分几秒的地方有问题,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比如说老师几分几秒的地方我不太懂,哪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可以跟我讲哦,因为我随时会看那个YouTube的留言 所以如果你有发问题,那我会...应该不会太久啦 我看到我就把你回复了 除非这个问题实在是一定要上机实作 才有办法说明的话,不然的话理论上我会很快跟你讲为什么 那尽可能让我知道一下说你的问题是发生在哪个地方 那当然越精确,我当然越精确回答 可是越模糊,说真的,我有时候没办法知道说你的问题 所以可能就会稍微跟你讲一下大概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所以看起来观看次数也蛮多的啦 也都机表上超过我们上课人数啦 另外的话,点赞的数量其实好像也OK啦 所以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也当然,尽可能就是帮我点个赞吧,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就是那个 就是清除的效率太低的问题 主要是在这一段 因为你会发现执行的话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清除 那这样不对,一个一个清除的话太慢了吧 所以理论上应该第一个 我们找到清除的这一段程式 其实这两段程式嘛,假设说你没有的话 假设你上个礼拜没存到档也没关系啦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只要打开visual basic 在这边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呢,把我们刚刚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一段 其实就两段嘛,一段是清除 就这一段 sub到end sub,这个是清除 然后烤坪的话是下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一直到烤坪 烤坪是这一段 Ctrl C啦 然后直接的话呢,你就贴到 贴到这边Ctrl V啦 其实就会跟我刚刚一模一样了 就是长这样 OK 然后 其他的部分呢,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理论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之前 不过只是说这边的公式 这个好像是旧版 2007的是rank 不过rank好像相容于rank.eq 我run一下看看 清除的话,当然我刚刚讲清除效率比较慢 那烤坪我先输出看看 烤坪好像OK 输出的核契这边用rank rank好像没问题 也是相容的啦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成rank.eq也没关系 那清除因为太慢了我就不run了 不然的话等下等很久 清除的话 主要是这个范围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储存格慢慢清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改成用范围的方式清除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主要是把我框起来这一段 要把它怎么样 理论上当然你想说老师是不是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 不过理论上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再重新修改程式 之前我是建议 请你把这一段程式做注解 那注解前面讲过啦 就单以后 有没有这边单以后开头 就是注解 可是问题这边有这么多 这么多行的话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是不是一个一个慢慢加单以后 也是可以啦 不过太浪费时间 我是建议 第一步你们可以把什么呢 就是工具列上面有一个 这个叫做编辑工具列 那编辑工具列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你选取的范围你要注解的话你就按下这个按钮 他就帮你把这个范围 这几行程式呢就帮你注解掉了 这个按右键 在这个工具列上按右键 这边就会有一个编辑工具列跳出来了 记得直接在这个工具上按右键 他会跳一个清单 然后你把编辑工具列叫出来 不过有可能他会浮在上面 那没关系 把按住不要放 把它放到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把for回圈 清除里面的这个for回圈 for i 等于3到最下面的列 然后清除清除到 next 这个范围呢记得选起来之后 把它按什么 使程式变为注解 那他就怎么样 他就帮我把这个范围的程式 通通变成注解 那你点开来 你会发现 他就变成注解不执行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它解开来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旁边有个按钮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再按一下 他就恢复了 OK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点击他之后 然后我们重写 那重写怎么重写 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range来表示 那range的话 总共有三个范围嘛 所以第一个范围是 我们当然先以这个注砖这个范围 当成我们的基准好了 所以是应该是range 你如果说还不会写追踪没关系 你就先写range 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哪个范围 刮虎 从那个B3到 应该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看看 应该是B40 所以你就是到B40 然后后双 后刮虎 然后清除的话就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第一个范围 那第二个范围的话就是这个 D到 应该是D3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复制下来 复制的话你可以Ctrl-C Ctrl-V 或者拖拉加Ctrl-C 也是可以用复制 然后这边的话就D3到1 1的40 然后最后一个范围的话就是什么 K到N 所以一样你就把这个范围 记得选起来之后 拖拉加Ctrl-C 那就复制了 然后就是K3到N OK 40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范围给选起来了 不过你想说那老师不对啊 我们只有针对什么 只有针对住专是40啊 可是将来如果是0主那101吧 好像不就那怎么办 这好像65 那不对啊 所以这个数字 一定要是变动的 那怎么把它改成变动 我们可以用向下追踪的 所以之前有写过一个方法 向下追踪 然后呢把这个追踪的值先取得 那追踪怎么追踪 如果你忘记的话 上面其实有啦 有没有 Range 向下追踪的列 有没有 那你可以把这个复制到这边 然后并且在前面加一个R等于 就是增加一个变数叫R 把查到的那个列 先存在R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R放到40的位置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那个 那个位置不能一定是固定40 可能是101 也可能是65 那我们可以先去追踪查到的这个数字之后呢 那把这个R 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 如果你假设不太会 一次写完 没关系 你可以分两次 先写完 先针对柱砖部分先写完 写完之后呢 再去写追踪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没有问题 我是建议你不要心急 不要一下子就想要说一下子彻底全部 所有东西就写完 没有那么厉害啦 没关系 你可以分阶段 先写第一阶段 一个 再写多个 那我们就是把R 放到这个40的位置 怎么把R放到40 前面我教过各位有个口诀啦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把那个40 里面放个R 那跟放I的道理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40先选起来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那加一个R就可以了 然后并且把and前后 再加空白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40 其实做法跟上面这边一样 所以 其实呢 我们 可以 不过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后面一样 and的空字串 好像有点多余 所以其实 假如因为40 刚好在前后双引号 尤其是 如果假设你有个数字 它刚好在这个后双引号 的前面 刚好只有 这个数字的话 那我们其实只要and的R就可以了 所以后面这个and的这个空字串 这个不要 OK 有点多余 and的没有东西 那好像好像多写 多此一举的感觉 不过啦 如果你实在是还是不太清楚 你不改也没关系 只是说感觉这边会多一个这个空字串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 40 刚好右边就是双引号的话 那我们直接怎么样 把40delete掉 然后呢 移到这个双引号的外面 它的双引号右边加一个and的R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and的前后一样加空白 OK 那也是把那个 找到的那个数字 跟前面的文字串在一起的意思 OK 那这个可能对同学 我发现蛮多同学常常 搞不太懂 改不到这个部分 不过没关系 你们先大概知道一下 假设以后 如果你要双引号的那个数字 刚好是在双引号的 就是隔壁而已 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还有其他东西 你就用刚刚那一招串在中间 可是如果刚好在最右边 那你就是delete掉 然后and的R 然后呢 and的前后呢 再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刚刚 所以哦 第一个先把它先注解掉 第二步的话呢 再把一个一个储存格 删除 改成整个范围的清除 那理论上它的效率 应该会提升多少 哇 那真的提升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光这个只做一二三次 可是这要做几次 如果是3到40的话 那总共应该是37嘛 37再乘以7啊 所以 等于是37乘以7 这么多次 那改完之后呢 只要三次 那相较之下的话 那当然的底下的方式 一定会效率增加 非常非常多 所以刚刚我们大概跑了20秒 还没跑完 我们现在试试看 理论上应该不到1秒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清除给各位看一下 虽然理论上 如果我们先 这个直接跑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 按下清除 应该不到1秒 有没有 它马上清完了 跟刚刚比真的是天壤之别 OK 所以我这边设中断点一下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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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烤评 这个不能改 OK 那 清除 那 你会发现 这个是先抓到现在的列 OK 然后呢 再去 把这个40 并 串在这个 跟前面这个字串在一起 所以本来是B3冒号B 后面因为N的40 所以就把40并在B40里面 OK 也就是说 这个并进来之后变成B40 长这样这样 那如果未来是101的话 那就B101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 稍微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发现常常有同学问 最常问的就是这个 &R 这个 可能还是要稍微揣摩一下 如果未来你这些东西 假如能够慢慢习惯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还好啦 OK 所以 尤其是 怎么样把那个文字 跟变数串在一起这件事情 我发现好像真的是 非常多同学 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常发生 最常问的问题 也许以前你比较没有 在生活里面比较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吧 但是如果在城市的世界里面 常常问到这种问题 把不同的资料 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这种需求 OK end 那底下的话就清除 所以你会发现清除 它清一次 你会发现清一次就等于 清37个储存格 OK 那这个更多 这个是37乘以2 OK 然后呢 这个更多 这个的话是应该37 乘以4 OK 所以37乘以4的话呢 它就瞬间就完成 那当然相对起来 相调之下 哇 那效率绝对是18000 哇 一下子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考评上个礼拜的 清除的话呢 是为了增加效率 所以以后的话呢 清除 请你写成这个样子 那刚刚那几行 如果你假设记不起来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5页这边也有 实际上就是这4行 OK 那放的位置在刚好在这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注解部分的话 记得这个是在我们的Visual Basic的上面这边 记得按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 本来没有的话 你把它按编辑 它就出现了 这个是编辑工具 里面的这一个按钮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那个共用也再停一下